凌晨2点多机场柜台一如往常 但就在这一刻 正在喝水的柜台人员 突然紧急蹲下 下一秒瓦力石块全掉了下来 镜头扬起厚厚粉尘 换个角度看更惊险 只见一辆白色卡车 飞速标状直接冲进柜台 引擎盖壮烂掀起 柜台瓷砖整片掉落 地点就在美国佛州 萨拉索塔机场 19号凌晨2点多 肇事驾驶从公路 已飙迫160公里的时速 撞破机场大门和玻璃窗 还一路冲到行李转盘台 景象比电影特技还要夸张 据了解40岁的肇事驾驶 重伤送医体内没有酒精反应 但过去有多项酒驾兆淘 以及鲁莽行驶 可持有枪械毒品的前科 这次又在机场肇事 造成台币750万元的损失 恐怕出院后又得再回头 蹲吃老饭 在新闻黄泉一报道